想记S9到底哪牛逼 今天用一分钟的视频 客观理性给你们分析一下 让你看完就明白 不要拿未来一T7做对比 你自己上董事替销量排行榜上 你看看未来一T7一个月卖多少台 都拉缩的了 之所以我昨天跟大家说想记S9破万台很轻松 你看看现在极客的销量 平均每个月都是一万多台 半蹦起来了 TBA里边的30C打趴下了 头都抬不起来 有人说想记S9除了增程之后才会销量大早 我跟你说宝贝们 想记S9上了之后 他满足了大部分想买舒适智能型 写字下嘎嘎板娘的 这一批存量市场里边的用户 说多少憋的 本来打算买特斯拉 打算买极客001 打算干小米速器的 甚至都不用咬牙 简单提点预算就干想记S9了 而且我个人认为想记S9特别便宜 不是说它的定价车价便宜 而是对于考虑行动员车的宝贝们来讲 极客001的顶配和想记S9的顶配也就差了十来万 无非就是首付多一点 约共多一点点 仅此而已吧 再来说说他牛逼的点 就是车主权也这一块 极客001开一年和想记S9开一年 你们会觉得谁赔的多 当下的新能源市场既要满足想要 又要 还要 还得满足一部分人与保值率的要求 太多新能源车开了一年两年陪蹦起来陪爆炸了 为什么说极客001它的保值率不好 甚至皮爱的极客001开一年 赔的要比想记S9更多车主权也 想记S9跟理想跟特斯拉一样 过户之后 车主权是跟车不跟人呐 所以你别看想记S9它卖42来万 但是它远比一些2来万42来万的新能源车更保值 不许新能源车型更新迭代多快 各家产品力参差不齐 但是消费者的眼睛是血量的 而且现在关注度最高的是什么 自驾呀 你干个极客自驾的跟稳似的 党介的自驾 ADS3.0你不油腿晃脑吗 但是一定要记住 不要完全依赖自驾 有些东西还得掌控在咱们自己手里 车我已经订了 但是我见视频前的宝贝们 万望三个月 我好好给你们分析体验这台想记S9之后 我会给你们挑出这台车的优缺点 祝各位开心快乐 身体健康 不劳人祸